飛機師地齊骨軍,P格關關榮光 呂獲殊榮,服務中成 是你置業官居,樓上買賣的苦幫手 請電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好,來到第一個部份投資後 到時間看看今早早一些經濟數據 和企業的業績先 Anthony先看加拿大方面 銀行今天都公佈了業績 加拿大皇家銀行和封業銀行 不如先看皇家銀行的表現 皇家銀行的業績一出來 其實跟TD和昨天CIPCA 都是差不多,都是令人失望 第四季盈利11億2千萬加元 每股是賺74加線 市場預期每股可以賺1元加元 如果和去年同期比較的話 數字亦都差了一點 無論是盈利和每股的表現上 師傅,皇家銀行都是那一般的地方 因為皇家銀行 其實坦白說,皇家銀行的業務 不單只是加拿大 美國都有業務 最主要是他今次的生意 比預期差的話 主要是受到美國的拖累 還有看看匯價、匯率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皇家銀行絕大部分的營運方面 已經搬到美國那邊了 如果用回家元結算的話 因為現在加幣高了 其實在匯率上也差了一點 其實這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 再看看封業銀行的表現 封業銀行 我相信也是這個星期公佈 這麼多間的銀行裡面 盈利也算是最好的 第一,第四季 盈利有成11億加元 每股賺1加元 高於市場預期的93加線 而去年同期比較 也是高於去年同期的 9億0200萬加元 還有這個83加線的每股 其實封業銀行優勝的地方在哪裡 封業銀行 其實他賺到錢的話 其實是他集中 他的加拿大業務比較多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他有很多其他配套的營業的服務 在加拿大做得不錯 其實接下來 下個星期 還有就是這個 滿地康銀行 會公佈業績 其實六大銀行 五家都已經公佈了業績 其實總括來說 Antony 你自己覺得 第四季 這個加拿大銀行的表現 總體來說 你覺得如何看 沒錯 雖然那個六大銀行 他之前我們財經界來說 都會預測他做得不錯 但現在出來就發覺 數字是差一點 多少會令你失望 但坦白說 他們其實現在是賺少了 其實在後市的情況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那個作風都比較穩健 所以未來來說 我都是比較提高的事 還有特別看到就是 TD道明和王家銀行 RBC 其實在美國的業務 都是比較多 如果真的 是美國的經濟 可以是 復甦的部分 真的加快的時候 我相信 其實接下來 他們的盈利 都可以提高一下 因為他們之前 他們在趁金融的風暴來講 買入了美國一些優質的資產 其實是等個勢 什麼時候上去 大家可以留意著 看看後市方面的走勢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其實都有很多數據 影響著市場 先看看 未來指數的表現 美國的未來指數 現在 今天早上 全部都在下跌 全部看到 三大指數都是下跌 和未來指數 道指方面 現在跌69點 納斯達克指數 期指在跌17點 而標普方面跌9點 今早 究竟有什麼不利的消息 令到指數要向下 相信大家都在看 就是失業的數據 今早出來 兩個失業的數據 就業的數據 都不是那麼好 其實可以少時間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想說回後市走勢 其實接下來會不會 因為都升了兩天 會不會都有少許調整 Antony來講 因為其實自從10月來講 一直這樣升 其實當中 它可能有少許回落的跡象 但相對來說 都已經超過了20% 那個升幅一直這樣去的話 是時候 在下一個時間 是需要回調 但回調這段時間 我相信不會很久 大家應該在看近一點 如果回調的話 大家可以想想辦法 例如說可以執行貨 其實為什麼 最近市的表現都這麼好 因為很多 之前出來的一些經濟數據 都很好 再加上 譬如現在 美國的零售銷售 因為昨天出來的銅電銷售 也是不錯 會不會有很多的因素 加上都是利好的股市走勢 其實它一直都是歸功於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量化封送政策 美國政府投放了很多錢 買了高風險的資產 其實看到 當這樣的情形 就會引發了未來的通脹 所以就變成 這個一定有利於股市 而另一方面 因為聯儲局也都買了很多 那些比較高風險資產 所以未來來說 加息的情況也是比較少 所以股市股的升幅 升幅有反而上 其實都是因為量化寬鬆政策 所造成的 最後問 你下個星期市況會怎樣看 覺得會不會都可以 持續到這個升勢 其實下個星期的升勢 我自己個人 整個大師來說 可能會有機會去到 下個星期中 有輕輕的會不會回調 因為它有很多的數據出來之後 雖然之前每個數據出來 都挺亮麗 都挺好的 但是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可能有些投機的投資者 可能這段時間 可能會比市值低 那大家要留意著 這個時候休息 就是去廣告休息回來 跟大家看看 加美兩地最新的失業率的情況